欢迎回来继续Focus 台湾有那种熟食 即食的料理包 中国大陆叫做玉制菜 预备的玉 制是制品的制 那么玉制菜的产业 在过去四年疫情的时候 发展得非常迅猛 这种即食的食品 在去年的市场规模 已经冲到人民币4200亿 但是玉制菜太火 最后就遭到了自己过火过红的回马枪 反而现在有一种掉落神坛的感觉 他们很在乎的是 这个玉制菜复原率怎么样 就是吃起来像是现炒的菜 叫复原率 这个口感上海规定 必须要经过检验超过七成 那么另外 它引发的一大争议 是中国大陆开始校园公餐 用玉制菜家长群其抵制 结果惊动了中央的教育部 宣布不可以 那么还有餐厅 大家发现竟然大厨 用玉制菜料理之后上桌 让整个玉制菜的行业备受打击 这个按照它后面的一个制作方法 然后一个一个往下蒸菜就可以了 就非常非常的方便 切好的豆腐配菜 还有调味好的酱包 按照顺序丢下锅 炒个两下 一道菜就完工 还有这个猪肚鸡汤 更不用花时间熬煮 一样下锅加热即可 我觉得玉制菜真的是开启了 我做饭的一个生活的一个新的篇章 就像是我们这个猪肚鸡啊 还有这种小龙虾 如果要是我自己去做的话 我可能没有办法去做得这么好 如同台湾的调理包 即时食品 大陆称作玉制菜 在过去的三年多 新冠疫情期间 由于外出用餐受限 让玉制菜产业迅猛发展 2022年市场规模达到人民币近4200亿 进到超市里一整排玉制菜产品 选择超多 因为你备菜的话 一些配料的话 买很多的话吃不完 你不能吃一个星 是以这个年轻的白领为主 那么他们的整体的这种 购买价格区间在39块9到79块9之间 玉制菜经济实惠快速方便 大陆官方还曾发布政策 提到要重点发展相关产业 不过今年以来玉制菜却从大力推广 到迎来监管 上海订定玉制菜生产加工 卫生规范 12月起实施 其中明确要求 玉制菜复原率需超过70% 上海第一批抽查36道玉制菜 和商家现做评比 结果复原率平均值达到9成以上 不过除了口感 消费者对于玉制菜有更多的质疑 我不知道这个储存保鲜 这个过程到底是什么样一个环节 能够保证这个安全 食品安全吗 我最在意的可能就是里面 不要加太多科技跟狠活吧 我如果会买玉制菜 我可能会多看一下 它里面有没有加一些防腐剂之类的 在今年9月的开学季 玉制菜更引爆渲染大波 起源是在江西干州 有学校给学生们准备玉制菜便当 不少家长抨击菜色不新鲜 发起抵制 事件与轮发酵 最后逼得大陆教育部得表态 表示校园应该禁止给孩子吃玉制菜 不健康啊 对吧 必须食材必须得新鲜 不能提前准备 因为孩子身体也小 吃了那些东西也不是特别健康 不仅是校园进玉制菜 市面上也有不少餐厅外卖 厨房贪图方便 直接用玉制菜上桌 一般顾客要问的话 我们都会跟他讲 结果不问呢 不问了 不问你就不说了是吧 不是我做不能每个人来了 我都要跟他讲我们玉制菜 顾客到餐厅用餐 结果吃的是条理包 玉制菜各种负面争议 让产业最初预计未来能达到人民币兆元规模的美好愿景 跌落神滩 而另一个也是受市场追捧的行业 如今过度饱和 那就是网约车 很难想象在上海的网约车驾驶把车子当成家 平常除了睡觉时间 其余时间都要把握接订单 节约开支 因为就上海来说 临阵的网约车多达7.6万辆 车子多 每位驾驶分的订单就少 不少驾驶赚得辛苦 以车为家 上海已经暂停网约车发证 今年以来 包括重庆 深圳等大城市 也预警网约车行业已经饱和 截止到10月底 全大陆有超过600万辆网约车 远比去年多了100多万辆 过度泛滥下 行业利润必定压缩 TBBS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